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 POP撞新闻 亲爱的朋友早 欢迎收听POP撞新闻 我是黄青龙 您还记得马云 这两个字吗 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 这两天又成为大陆微博上热搜的名字 那么一个是因为马云在去年 宣布他要从阿里巴巴退休 这两天登上了大陆微博热搜 第一个是他让出清 转让出清淘宝的股权 这来等于落实 他在去年宣布的说 他要从阿里巴巴退休 他要改做别的事情 然后他今年9月就会正式的 正式的完全的裸退 那么他已经把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 这个主席的职位 交给了张勇 他的以前陪职的一个同事 那股权出清之外 那么大家问到说 那马云呢 马云接下来做什么事情呢 好 也许答案慢慢会揭晓了 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买开了一家新的酒吧 这是在6号的时候 刚刚开业的一家酒吧在杭州 根据大陆网友发布的影片 那么在开幕式那天 现场嘉宾 那么也是阵容豪华 包括两岸的艺人 汪涵 高晓松 蔡康永 马东 还有主持人李承 大S 汪小菲 余和伟 这些明星 而且有不少明星都在现场现唱 马云在现场还跟玉鸣女士 合唱了一首广岛之恋 这一家酒吧的名字很有意思 叫做 这个有点难念 HHB Music House 这个马云说 HHB就是平头哥 平头哥是什么呢 平头哥是阿里巴巴 这一年代最受宠的动物 它的学名叫蜜欢 欢就全字编那个欢 我们在Discovery 或者在这个动物频道会看到 就是这种动物不大 但是它很凶悍 号称是世界上最无所畏惧的动物 回耀于非洲的大草原上 好 在去年九月 那么就是大概就是在马云宣布 它要退休的将接近的时间 有一个云期大会上 阿里巴巴正式宣布 成立一家平头哥半导体有限公司 那么这个名字就是由马云所指定的 叫做HHB 那么他当时当然是看上的 就是蜜欢的这个勇猛执着的精神 那所以呢 现在他也把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延伸到了他这个酒吧 那么叫做HHB Music House 那一样的选择平头哥作为他的logo 那马云在现场还提到说 为什么他想要办一个酒吧 想要创办一个一家酒吧 他说就是想搞一个 让大家能够有好酒 好音乐好朋友的地方 那么不以赚钱为目的 大家纯粹来说明 好音乐好酒好朋友相聚 这就是一个出发点 好这家酒吧的地址 在杭州文艺西路624号 那营运公司叫做杭州马市娱乐管理 有限公司注册的时间 就是在2018年的9月27号 法定代表人叫宋杰 经营范围包括娱乐管理 文化艺术活动策划 歌舞娱乐场所经营等等的 然后马云自己 其实不是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 也不是高管或者是股东都不是 不过这家公司的股东名单 那么非常的华丽 都是阿里巴巴的合伙人 包括首席风险官邵小峰 他是大股东 那么其他的五名股东的 出资比例也相等 有包括张峰健 他是CTO 这个还有蚂蚁金服集团的总裁 胡晓明等等 挺有意思的 那么其实马云 他自己对酒吧的喜爱 之前就有媒体报道过 在2015年的8月 马云曾经现身在香港中环的夜店 就被媒体拍到上了杂志 随后马云在微博上很潇洒的回应说 说我喜欢酒吧里的音乐 美如戏帅锅门的氛围和轻松自在的感觉 而且还提到说 自己刚刚在创业初期的时候 也强烈跟统事到酒吧去庆贺 另外在2018年的1月 马云被拍到曾经现身重庆一家酒吧 当时身边就有胡晓明 现在蚂蚁金服的总裁 当时马云点了啤酒 还有五种窗位小吃等等的 讲这一些 当然是我觉得他让这个消息 马云让这个消息 就让网路上引起热议 看起来不是那么单纯的是一个娱乐消息 这个宣告我相信有重大的讯息意义 大家知道去年他宣布要退休 当时就有非常多的阴谋论的说法 那么马云自己也讲说当企业家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 当民间企业家一直都是最危险的 那现在他急流勇退 把这么大的一个产业 现在要交给 有人讲说是要交给国家 那背后呢 因为马云一直都被认为说他是江系的人马 所以背后大家认为说 总会牵扯到是 这个曾庆红江泽民跟 现在习近平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好那在这个时候 当他宣布退出 其实一开始很多人是半信半疑的 那么都认为说 会不会是用别的方式 这边的股权撤了 那个地方 别的地方呢 又增加了等等 但是呢 现在 他在过程当中 那么股权 这个全部把它转让 出售 出清 这个消息见报了 然后呢 自己呢 又去搞一个酒吧 这个搞这个酒吧 有意思 那么 有评论者讲说 其实中国古代 像这种 所谓的贤能降财 一旦被这个 皇帝或者政敌 召祭的时候 这个时候 他最好的一个 隐身的一个办法 就是买醉 就是变成说 重情 这个 这个所谓的酒国 这是最好的一个保护的方法 让这个上面的人 或者让政敌啊 不再有戒心 不再认为说 你可能会培止成为一股势力 对我造成挑战 开开酒吧 让大家好朋友来唱唱歌 喝喝酒 够不成威胁嘛 好 不晓得马云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了 但不管怎么说 这个 以他这样一个动静观瞻的人物啊 即使开个酒吧 都还是大家关注的 那么本来很多的事情啊 那么他可能很单纯 但也可能很复杂啊 不管怎么说 今天节目开始跟你讲一下 马云开酒吧的一个故事啊 好 今天是 这个1月8号 那么 中美的贸易谈判已经开始了 而且刚刚的一个最新的消息是 金正恩 那么昨天抵达了中国访问 今天中国大陆北京政府已经证实了 现在看起来整个东北亚的一个局势 跟这个中美关系啊 又会带来一番新的变化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会来今天邀请 刘碧荣教授来跟我们分析 以上这些重要的国际大事 欢迎回到POP撞新闻 我们知道美中的这个贸易谈判啊 在7号已经昨天在北京重启谈判了 那么正在这个当口的之下 全球在关注这个90天的磋商期啊 能够有什么进展之际啊 那么昨天晚上啊 突然间传出来说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啊 他的专列啊 可能已经到达了这个 这个北京啊 那之前呢 川普自己也在推特上讲说啊 他期待这个川京二会啊 能够进行 国际媒体还讲说 这次可能会到河内啊 去举行啊 好 那么现在呢 中国政府啊 中国大陆政府今天早上证实啊 金正恩已经在昨天抵达中国访问啊 这是金正恩在一年之内的第四度访问中国 那此行的目的何在 是不是跟这个表示说 第二次川京会啊 已经有经在两国之间达成共识 那么最重要的是 在这个时间点上 北京在这个朝鲜半岛局势所发挥的作用 对中美的贸易谈判又会带来什么影响 在我们节目现场刘碧荣教授 兄兄兄早 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 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些问题 代表听众来跟您这个请教 您跟大家来解惑一下吧 不 这个是当然 这个北京的今天证实说 金正恩昨天到了嘛 到北京就是四天 那四天呢 很明显的啦 就你刚才也讲的很对 就去年他们见了三次 对 然后川普一直讲说 金正恩本来谈的好好的 怎么跟习近平见了以后 好像就谈的就不是那么样的顺 所以可见那么中国大陆呢 他是想在这个朝鲜的问题 或朝核的问题上面呢 他扮演一个角色 他当然有个杠杆嘛 所以这次是金正恩是应习近平之邀 所以习近平把金正恩找来 来谈一下 你找不找玩不找 你找跟中文贸易谈判同一天来 是啊 从今天就很明显了 就明显就告诉美国说 贸易谈判是跟朝鲜问题呢 是挂在一起的 那挂在一起 那你今天川普已经表示说 你要到河内跟这个川金二会 那二会呢 金正恩到河内去 假如确实去河内的话 那去河内到底谈什么东西 怎么谈 那就我现在先跟他怎么讲 对不对 那我跟他 你要我今天怎么讲 那看你跟我贸易谈判怎么谈嘛 所以他就是 贸易谈判如果谈的好 那当然朝鲜的问题 中国就可以对北韩在十点压力 如果谈不好的话 那就不晓得习近平 会怎么去交金正恩了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两个事情很有意思 其实从去年呢 发生的这个 不管朝核问题了 或中美贸易战的 大家一直想说 这两个到底有没有挂 要挂还是不挂在一起 那么是脱钩还是不脱钩 那么可是很多的证据的证明呢 是两个实际上是挂在一起的 是是 好我们看看 这个消息最早是南韩的韩联社了 他发布出来的 那提到说 一列载着北韩高级官员的 北韩火车在当地时间 周一晚间十点十五分左右 穿越了辽宁丹东火车站 预计在周二早上十点 过后抵达北京 这是我们现在这个时间 那如果以这个距离来看的话 他应该已经进入中国的境内了 对 进入中国的境内 而且正在往北京的路上 那么这个背景很有意思 我联想到你刚刚那个分析 我想大家都可以理解 就是说中国政府拿这个朝核问题 做杠杆 金正恩跟他的这个也说联合又斗争了 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您有没有注意到今年的元旦 金正恩的演讲 有很多人从当中来看出来 就是说 其实金正恩承受压力也非常的大 就是说一个是 他一直希望能够改善北韩的经济 是 那么所以 但是现在西方是美国主导的制裁 基本上并没有解除了 那他现在唯一获得的大概是中方 现在是睁眼闭之眼 我看联合国的那个制裁决议的这个落实 好像也没有像原来的 美国也没有那么的穷中 这个这个 穷追不得 穷追不得 好像已经没有到那样子的 对 可是根本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是 所以我看他又提出来一个说 希望他愿意无条件的 重新开放开成工业区 就是之前的时候 那么是两边 我已经忘掉是谁先关掉 是南海还是北海先关掉了 都说 还有金刚山的理由 那么那个都是这个 他的外汇的一个来源 是 对 好 那您认为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金正恩啊 那么他会是打什么样的牌 我意思说是用川普来跟习近平要东西 还是用习近平来跟川普要东西 这个其实我们看到他今年啊 今年他是跟这个 你就刚刚讲元旦的讲话 对 他讲话一段他表示愿意跟美国继续进行超核的谈判 是 那另一方面他也就告诉你说 北海是有耐性是有限的 对 他也讲耐性有限的 那你如果早上不谈的话 我就另一批袭径 我另外走别的路了 是 所以他基本上他那个话呢 是 是两手了 那你要跟我谈嘛 对 你要跟我谈 但是金正恩呢 他是很挫折 是很挫折 因为 美国的讲法呢 像波顿呢 或者美国比较强硬派的讲法 对 你要先弃核我才解除制裁 对 金正恩是说呢 我走一步你解除一步 我走一步你解除一步 对不对 你不能等我完全 而且就说什么叫弃核呢 就没那么简单 他说如果放大来讲呢 朝鲜半岛无核化 那无核化呢 是不是你在南韩的这个核武要走呢 对不对 你在南韩的核武 你对我造成威胁 我怎么弃核呢 对 他设立条件 那美国人就说你不可信嘛 你老是走走走走走一步退两步 你根本不可信 那这个不可信 对 那也可以讲说你美国才不可信 所以这就是这就去年卡住的卡住的原因 是是 那卡住的原因到现在呢 就你刚刚讲的对 因为金正恩呢 他现在就发展经济 他而且发展农业 因为他一制裁的话 北韩粮荒很严重嘛 是是 所以他就发展农业 农业 所以他现在想说今年呢 那希望再加码劲 再加码劲 那么那么北韩将在南韩这边也在想说 今年2019年应该是个关键年了 关键年看看川普这边 有没有办法真的让朝鲜问题突破 你看去年上半年开始敲锣打鼓 热闹了好一阵子 半年以后就一片沉寂 大家都想说今年我们再努力一下 所以就回过头来了 那现在是谁打谁的牌 其实去年呢 金正恩他先去北京的时候 是金正恩告诉习近平说 我要去北京见你 因为本来比以前第一次 金正恩上来都没去过北京 没错 我要去北京见你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讲说呢 这是我们讲狗和尾巴 是狗在咬尾巴呢 还是尾巴在咬狗 所以就是尾巴在咬狗 因为小国说我要见你 你找我来一下 然后慢慢慢慢的呢 尾巴发现他终究还是尾巴 你得听狗的 那于是狗就出来了 那狗就出来 狗两个狗嘛 一个就是美国 一个就是中国 那所以习近平说就把金正恩找 你来看一下 那换句话说 所以第一个当然是习近平打北韩派嘛 对 然后第二个呢 那当然金正恩也乐意去 是 他也乐意去 他也喜欢在中美之间做个平衡 所以他金正恩也去了以后呢 他就先就是见川普之前 他先见了习近平 那于是就告诉你跟美国在谈了 我现在跟中国又靠的比较近了 那你那边要给我什么 所以我倒觉得是 金正恩他拿着这个 这个是中国去跟美国要东西 这个这个比较 这个企图比较明显一点 比较明显的 好那你觉得他这个事情 他对 你现在看到的是 他等于金正恩要求 川普在朝核问题上 要往前走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个事情 对中美贸易谈判 又有什么影响呢 中美贸易谈判 那就就是说 如果说中国表示 所以这个就有点矛盾了 以前美国一直批评中国 说你在朝鲜问题 你要你要帮个忙 中国说我没办法 中国大陆说我没办法 我所有能用的都用了 金三胖子不听我的 也没办法 可是现在美国说 不是啊 你看你最近不是有办法吗 你找他来他就来了 所以在这个局势的发展 让中国大陆觉得 他现在对北韩 似乎是有点筹码了 那有点筹码就跟美国谈了 那你在朝鲜问题上 你是需要我 对不对 那你在朝鲜问题上 那你在贸易问题上 就不要咄咄逼人 但是贸易问题 以后等一下我们再谈的话 他可以分的好多块了 看是哪些能逼的 哪些不能逼的 那么这都还可以再看 明白 好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会来来谈 最新的中美贸易战的 这个新的北京会议的谈判 他的进展在哪里 欢迎回到POP状新闻 昨天开始的 在北京举行的中美贸易谈判 那么这个是川习会之后的第一次的 两边重启谈判 也就是90天休兵磋商期的一个重要的开启的开始 两边都是由副部长级的来领军 所以大家认为说成绩比较低 那么可能不会有太大的进展 但昨天出现一个惊喜 一个意外 就是中国的副总理刘鹤 那么突然间现身的这个会场 那欢迎美方的代表团 所以外界就解读 认为这表明说 北京对结束中美贸易战 那么有强烈的一个迫切感 好这个 并兄兄 您怎么看这一波的 这个中美贸易战的一个谈谈 因为现在包括我们所有听众朋友 大家说关注 所有的企业 大家都摒弃您审 全球的企业都在关注 这个两只大象的 这个最后谈判的结果 其实其实基本上 我们先看昨天了 昨天他是在在北京 他谈的是副部长级 对啊 刘鹤突然出现 刘鹤突然出现的副总理 然后到了副部长级的会场 对 但是大陆方面呢 就一直没有去confirm 就是说到底他待了多久 我看的 那么就是他到了 到了到了多久 他到底怎么样 那么但是到了这是不错 刘鹤是什么时候会登场呢 刘鹤是在月底 然后月底跟这个美国贸易代表 莱特海泽啊 他们他们要谈 所以你说副部长是7号在谈嘛 对 然后月底是真正的 比方是副总理 莱特海泽贸易代表在谈 那还有 香港英文南华早报也报道说 王岐山呢 到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 对 可能跟川普在那边 还有一场 这是川普要参加 这个是月底嘛 也是月底 对 所以这样讲起来呢 这个月就有三场了 从低阶的到副总理局 然后到这个国家副主席 跟美国总统 对 总统就三个层次的谈判 那这个谈判呢 基本上呢 我觉得应该会达成一些协议 就是你刚刚前面讲的 那么中国大陆是有点急 他希望能够达成嘛 因为他老是达不成的话 美国卡那 中国也卡那 大家受伤都很重 都很重 你可以看到最近 比如说美国他关系呢 比如说知识产权保护了 那中国大陆也做了一些让步了 他也要说不强迫科技转移啊 等等 就是有一些东西 他已经做到了 甚至呢 也有媒体报道 美国最关切的 中国制造2025 那么中国呢 现在有待有修改的这种计划 对 那么可能是延后了 可能是怎么样 那换句话说 你只要不要他改变 国家资本主义的 这个大的架构 什么国营企业的大的架构 其他的中国能够让的 他大概都做了一点调整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审慎乐观的一个态度 是 我看到有人把它整理 有人认为说 其实贸易谈判还没落幕 中方已经做了很多让步了 有人这样讲了 哪些让步呢 这里面包括一个就是放宽市场准入 那么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这是一个部分 这里面包括到比如说6月28 去年6月28号 他公布了一个叫做外商准入的一个负面清单 这里面最重要是汽车跟金融业 对 然后另外呢 第二个呢 讲到说加强智慧财产权的保护 对 那这次看样子大陆有一点算是比较认真的 因为包括全国人大 在12月23号审议外商投资法草案 跟专利法的修正草案 那么对于这个违反专利法的刑度 跟这个罚款都提的非常的高 那另外一个很有意思 也是象征性 但是意思很强烈 就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 在今年的1月1号正式挂牌 成立知识产权法庭 那么我记得当天还是周强 就是那个院长 当天说开始受理有关侵害制裁权的一个上述案件 另外主动扩大进口 它包括适度的降低进口关税 那么另外以及这个大量的采购美国农产品等等 OK 这些当然有一些也有人讲说 这本来就有一些本来 大陆本来就是要开放的行程 利用这个谈判的时候一起做账 那买东西你说进口美国的农产品 大陆本来就需要进口农产品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样子的降服能够成为一个妥协的一个基础 其实多少是有一点 多少是有一点 尤其刚刚的智慧产产源保护什么的 那是中国大陆本来不太重视 那他讲说这是他让步 但是你刚刚讲说 他其实本来就有这样做法 本来就是计划 对不对 这话其实是两面来讲 两面来讲 一面就是说 中国大陆现在内部的民族主义很强 民族主义很强 民族主义很强 就他家不断的就开始清平平的时候 所以中国要开放 但他绝对不能说 他是因为美国压力而开放 所以他是讲说 所以王毅豪一直讲说 我们本来就有开放的形成 所以他也这样讲 我本来就开放 那你不是因为美国 你贸易战役打乱了一盘棋 不是 我们还是按部就班 对中国的好的话 该开放的 我们还是会开放 跟你是没有关系的 那当然 所以你说他是开放 他就算有关系 他也要说没关系 安抚国内的民族主义 但另外一面 就是当美国这样的 比较强的时候 中国大陆内部 以前毛派的 或者一些左派的 就想说自力更生 我们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不怕 我们发展这个芯片 自力更生 但想自力更生 跟这个改革开放 是背道而驰的 自力更生是关了门 自力搞自己的 对对 那前面关了三十年 就关不出来 所以那是后来 1978年以后 才开门的 所以就是 当这个民族主义起来的时候 那会不会又走向 自力更生呢 本来大家就去看 所以去年12月18号 那个改革开放 40周年的 然后习近平才会讲说 没有我们的继续开放 所以继续开放 一则是压抑国内的 这种毛派的 一则呢 他又要满足民族主义 一则又要告诉美国说 我有做让步 所以在让与不让 说的和做的 理直和面子里面 维持一个平衡 对 这的确可以做一个印证了 其实如果 很多人批评说 习近平是一个 走左的一个领导人 其实如果注意的话 大陆现在是把防左 抓得很牢的 所以最近这个 像北京大学 那个马克思主义学会 就被取缔 对 就被取缔 好几个大学那种 比较鼓动 劳工权力的 这些社团组织 那么都已经被解散 或者被控制住 讲解这也很吊诡的 非常吊诡的 工农兵的政权起家 然后为了劳工的起来 然后马克思的政权 这个什么 然后被解散 因为你打乱了我的棋 对 其实这个有时候也很有意思 这跟邓小平当年改革开放讲的 就是说要防指右 但主要是要防左 对 那大家也很著名说 他是打左灯向右转 对 邓小平原来是这样的 对 但是当然习近平不完全一样的 好 这个中美贸易谈判 因为还有一段时间了 那么最后的 最后的这个 所谓的街中 也要到3月2号 美东时间 那这当中 其实两边 也都还有一些 这种角力的一个过程 那其实角力的话 都还牵涉到 内外的这种 环境处境 所谓的底气 那我们知道 大陆现在的确是 有这样那样的 很多的困难跟挑战 但话又说回来 美国又何尝不是 川普政府 川普政府现在一个 最头痛的问题 现在就是政府停摆 已经进入第三周 第一天说 我看这几天 媒体已经有非常多的报道 国家公园垃圾满地 厕所没有人清理 现在甚至严重到 这个边境 这个安全 因为这个人力都不足 这都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 当然过去 我们讲 柯林顿总统时代 也曾经政府 这个 shut down 大概26天 那现在已经也进入到第三周了 进入到第三周 那这个问题 所以待会要请教 刘比荣 刘教授 就是说 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 那么这个问题的处理发展 对于中美贸易谈判 又会有什么影响 我们休息一下 好 欢迎回到 POP壮新闻 美国政府的停止运作 已经进入到第三周了 那现在呢 中美贸易谈判也在进行 那么美国的众议院 也开议了 那现在 这个政府 辅会之间的协商 现在看起来 因为川普也是杠子头 说这个围墙预算 不给我政府就关门 那我看美国在野党的一些领事 就痛骂这个川普 你怎么会以这个 这个政府停摆来要挟预算 你看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 这个其实坦白讲了 要预测川普的行为 谁也预测不了 我们但是这样看 他有几种可能性 他首先呢 他就是这样子 他是把这个国家的预算 绑这个围墙的预算 就是在美墨边界 这个有围墙 围墙呢 说那么 如果你不给我围墙的 5.7个billion 就57亿 对 如果不给57亿的钱的话 我这个预算 我就不签字 不签字 不签字 那么参议院也表示说呢 那么如果总统不同意的 我参议院也不会过 就是这个各种法案 好了 这件很有意思了 那么在这礼拜天的时候呢 川普就讲了 他说这样子 如果你们民主党 不喜欢墙的话呢 我就不用墙 给我改用钢铁的栅栏 就是 这就解决吗 预算就不拨了吗 然后平常说 这个不是一样的 都概念嘛 他本来说 我保证那个墙会很漂亮 上面艺术家都画画了 什么东西 你们都不喜欢 这个孔格力的围墙呢 那我就用栅栏 钢铁的栅栅 栅栅比较好看 那你这个还是不通 不通 那民主党就说 那你稍微有一点点转机的 就是说 他就告诉川普说 那你告诉我 你要5.7个billion 你是 你怎么用吗 你怎么用 那川普当然就讲了一点了 就是比如8千万 那他讲了 比如其中8千万的 我拿来做这个紧急的人道的 这个项目 比如说 就你刚刚讲的 他边界人手不够嘛 人手不够 他security 人手不够 我还有2000个边防的人 那么就居留中心 5万2000个床 那这个东西 医疗什么 这都要钱嘛 那一标钱 那不是也会造成 人道的灾难吗 所以他是这样讲 然后他说 大家可以谈 那民主党如果 所以他是派谁呢 他是派彭斯 他的这个副总统 跟这个民主党没在谈 然后川普的讲法总是说 哎 谈得很好 很有建设性 在民主党这边说 没有不好 没什么进展 没什么进展 现在就大概有 那怎么办呢 就两个方法 两个方法 川普这边就扬言 威胁 就是说我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这是我总统的权利 我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那什么东西就停摆了 什么东西我就可以做了 那么你看 他说他就可以动用军方的预算 对 来做我们讲 但是他媒体也可以管控了 什么就是 他没有考虑这个后遗症 这根本就你发现总统权利 而且根本没有叫做什么司法审查 到底合不合法 就很多的美国的这些杂志 媒体都讲 哇天哪 你想总统一批进入 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总统权力非常非常大 那么他可以做很多事情 而没办法牵制到他 所以川普就拿这个作为威胁 这个不需要经过国会吗 这个状态 不用 他就进入这个状态 那美国的宪法的确没有考虑到 总统可能伤心病狂的状态 所以这个行政权力是很大的 然后第二个 那国会就说这样的 那我也有办法 那我这个预算通过 你不是你不签字吗 那我把它拆了 一条一条一个法案 而且一个法案一个法案通过 就是不是当做整个预算案 一个一个拆 那其实呢 以前呢2015年的时候呢 共和党也用过这招 民主党大手 共和党也用过这招 拆了一条条 那民主党就一条一条党 一条一条党 所以这里面还是有这种攻防 那民主党他也表示说 好 就算我跟你总统在谈 那么你通过什么 我希望你总统公开要宣布 你同意 因为总统常常呢 就是川普总统常常公开同意 然后呢 然后后来私下又反悔 又反悔 那你每次你答应的又反悔 这不算 所以就表示 你是谈判的一个技巧来讲 或战略来讲 或者理念来讲 这都在争 那么我觉得应该是有一点会转环了 因为这影响到八十万人 八十万联邦的这个雇员 没有薪水 他第一次就是看见了 没有薪水啊 没有薪水那也就罢了 就你刚刚讲的 很多公共服务都没有了 对 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讲 公共服务影响到哪些 美国现在是冬天 美国现在有将近三千九百万人 他们是依靠那个叫做foot stamp 就是粮食券 粮食券 粮食券 维生了 你现在问题是为这个发放粮食券的 这是一个公共服务吗 那现在这个都没有人发 对 你如果关门持续到二月的话 他们这粮食援助福利也会受影响 然后因为农业部平均每个月花费 大概四十八亿美元在粮食券上面 那现在二月份的紧急储备只有三十亿美元 所以就表示说 每户家庭下一个月可能就会少收 差不多九十块美金的粮食券 那你粮食券一少了之后 一些杂货店生意也会受影响 是 对不对 因为他们平常拿粮食券去杂货店买东西 换东西 是 对 所以后来这个民主党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一条一条法案通过的话 他第一个希望能够开门的是财政部 财政部尤其博税局 第二个就是农业部 然后后面的都市发展内政部 一个一个要你开门 但你老不开门 这个是什么服务都没有了 垃圾也没人收 交通什么都是问题 是 好 那这个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政府的 预停摆的状态 对中美贸易谈判 对 美国的底气影响到不大 中美贸易谈判的 当然有两个面了 第一个当然你内部内耗耗半天 当然就是底气就比较弱一点 但第二个更重要的就是 比如说中国大陆他让步 他让步他要买美国的农产品 每个农产品 那么农产品的这些统计数字 要公布 他买了多少 可是呢 停摆了 可是农业部停摆 停摆这些数字没有办法公布 没有办法公布 中国到底买了多少 那农人到底现在要不种 就是春天来了以后 我要种多少 我怎么投资 我投资哪一块 那每个事情 我都要看据数字 来做我投资的计划 那你现在数字不公布 我们不是都是 都是在瞎子一样 都是怎么办呢 所以他如果不停 他如果一停摆 所有的 赖以后面的经济的计划 也都停摆了 所以我觉得 不但是底气问题 那真的要谈判的时候 缺乏具体的一个数据 那么我看内部也会翻掉 所以这个好 如果回过头来 再讲说中美两大的这个角力了 以前有人开玩笑说 这个习近平有一点比川普有利 就是他不用选举 是一点不错 对不对 可是现在看起来 习近平不但不用选举 川普还要面对是 朝野府会之间的斗争的问题 好像在中国 至少这个问题 他比较不一样 是 因为所以美国媒体就讲说 当这个民主党中掌控的众议院 他开议了以后 川普将会发现 他的总统 这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他的做法完全不一样 所以就看民主党的这些人 磨刀霍霍 我选择哪个地方我要开干 哪个地方我要弹劾 我怎么做 对不对 那习近平完全不需要面对这个问题 而习近平像里面一言堂 他想要做 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他最多有的话是党内的派系的问题了 他只要把联人搞定 把联人搞定 好 那最后两分钟 我们最近注意到 川普在前不久宣布说 美军要从叙利亚撤军 但是后来引起国际上很多反应 包括库德族 大家都觉得被美国背叛 可是江波特最近到中东去 就国家安全顾问 好像美国又改变政策了 是 事实上是这样子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参议员贾拉罕 跟美国川普见面 就已经说服川普了 大概稍微缓一点 缓一点 那么波顿是这样的 波顿是今天是礼拜二 那波顿是礼拜二到土耳其 安卡拉 就跟土耳其在谈 所以波顿去了 那么而且这个参谋署长 联系会主席邓福特也去了 美国住叙利亚问题的 这个特使也去了 谈什么呢 就是美国如果走的话 那土耳其进来 你们能保证 不要去歼灭库德族 那后来讲 讲半天 后来美国发现 土耳其不见得能够 完全升任这个任务 这土耳其不可信 就是土耳其 他战斗力没有美国那么强 所以后来川普 才被说服的改变 说这样子 我打完IS再走 那打完IS 就说不定又打很久 那可能要打很久 本来川普最早宣布是30天之内撤军的 那波顿现在讲法 打完IS再走 那你阿兵哥本来想回家的 这样他又脱胎好几年了 所以我不晓得对军人来讲 是高兴的还是不高兴的 咱们这些美国的政策 就是这样摆动 就牵动很多的人的人心 是 但是至少可以让 在那边的库德族 库德族稍微安心一点 因为不然他们就是欲哭无泪 是 帮美国人冲到第一线去 跟ISIS 是把IS打得落花流水 结果发现背后被插了一刀 对 美国一向这样子 玩一半就忽然就把你放弃了 就丢在路边了 好 非常谢谢刘碧荣教授 今天非常精彩的分析 POP庄新闻第一个小时到这里结束 那么也欢迎您待会八点钟 收听由黄伟汉主持的 第二个小时的POP庄新闻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再见